分享喜讯 胡幸儿绝对是今天最幸福的女人 没错 今天正是胡幸儿和老公菲利普大婚的日子 我们新云了在线的记者也在举行晚宴的酒店蹲点 焦急地等待着新郎新娘的再次露面 刚才胡幸儿终于出现了 我们赶紧来看看香港战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身皮白色婚纱手上戴着钻戒 看着满面春风的表情就知道 恐怕连欢呼雀跃都不足以形容胡幸儿此刻的心情了吧 当然很感动了 因为其实也很开心了 因为那个时刻就是我的好姐妹 还有她的好兄弟都在外面嘛 然后就让她说 然后我觉得她也没有很紧张 或许是一路走来胡幸儿的感情路有些坎坷 这次终于收获之爱 因此胡幸儿的伴娘团可是一路绿灯 听说都没怎么让新郎官吃苦头呢 对此胡幸儿倒显得有些不甘心 他们也没有想出什么好游戏来玩它 我一直问你们有想出什么游戏 来来去去都是那些 所以对啊 就怪他们没有想到太多的游戏了 婚礼顺利就好嘛 招呼完媒体两人还得进场 继续招待宾客呢 我们就抓紧时间再问问接下来的蜜月和宝宝计划 快了快了其实之前已经订好了 就是婚礼完毕之后过几天就会就会去 因为其实今年对我来说真的是挺变动挺多 然后事情也挺多 所以工作上也是就一直有去做 所以也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她 一直都是工作 还有可能我们经常都要分开 所以就答应她要 我们要好好的去享受这个假期 行李在线香港采访八道